欢迎来到成功法则听书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的动力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忙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 30岁收获你的第一个100万 第三章女性各年龄段理财重点 毕业前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 我的一位实习生大三在都市 妈妈给了她5000元 让她学习理财 实习生一开始不懂乱买了一些基金 当基金赚钱时她很开心 但基金一旦亏损一点点 她就很慌 我对她说你心里会慌 是因为你不确定基金会不会涨回来 如果你研究了基金背后的基金经理历史业绩 再结合目前市场的表现 你大概就知道 它现在的下跌一点都不影响未来的上涨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选了一支优质的基金 她听懂后按照这个思路重新选了基金 这次她再也不怕基金一时的涨跌 因为她知道只要长期持有 改基金就会有不错的收益 对年轻人来讲 理财对财富积累来说是加分享 但只有高收入才是财富积累的根本 要想实现理财效益最大化 就要有更多的本金 要有更高的收入 那如何才能有更高的收入呢 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 其实不少学生在毕业前没有什么方向的 想着走一步算一步 再被生活推着往前走 完全没有自我提升的驱动力 更别谈人生目标了 然而 有调查显示 有目标的人生和没目标的人生相差很大 据说哈佛大学曾对一群智力 学历 环境等客观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 做过一项长达25年的名为 目标感对人生的影响的跟踪调查 经调查发现 3%的年轻人 有清晰且长远的目标 他们能一直坚持目标 在25年后几乎成为各领域的顶尖人士 实现了财富自由 10%的年轻人 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 他们能不断实现短期目标 在25年后 大多成为专业人士 比如医生 律师等 60%的年轻人目标模糊 他们只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 27%的年轻人没有目标 他们经常处于失业状态 如果该调查是真的 那结果很好的说明了 你想优于同龄人的话 不仅要确立目标 而且要确立长远目标 并为之坚持不懈的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不断的自我提升 你才能实现长远目标 而不断的自我提升 则需要坚持 坚持 真的很难 周杰伦在采访中说过 如果没有母亲坚持不懈的督促 可能就没有自己后来 所取得的音乐成就 周杰伦的童年时光 几乎都在钢琴边度过 他每次练琴时 母亲就拿着一根藤条 站在后面 一直盯着他练琴 著名钢琴家朗朗也说过 哪有什么兴趣 兴趣都是练出来的 朗朗的父亲 对儿子严苛的教育方式 一度被人称为朗式教育 多年以后 挥手童年时 被父亲棍棒相加 强迫练琴的岁月 朗朗已完全释怀 他说 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 很多时候 不逼一逼自己 你并不知道能力上限在哪里 当你想要获得某些成就的时候 就不要轻言放弃 要学会坚持 学会克服困难 如果觉得目标太大 很难实现 那么你可以尝试拆解目标 先从实现小目标开始 比如 你现在是中文系的学生 但是你想成为律师 怎么实现呢 首先 你可以去选修法律专业 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双学士学位 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 其次 如果你觉得基础知识不够 可继续攻读法律专业的研究生 这样一步一步来 你就能不断靠近当律师的目标了 年轻人真的不用怕失措 你读的专业 不一定就是你未来的工作方向 你若更喜欢其他工作 那就勇敢地去找相关的单位实习 表现出热忱 并且不断学习 最终也能成功 我认识的一位90后南海 他学的是工科 但因为喜欢一家 以引进日本动漫为主要业务的视频公司 他就自学日语 并去了这家公司实习 最后成功留在那里工作 除了关注自我提升 我们还要在外在形象上给自己加分 从而助力自己 获得更好的职场机会和收入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位穷学生就要从耶鲁大学毕业了 他开始准备各种面试 一位年轻的教授对他说 在职场上不光地让他们知道你的能力 还要塑造好你的形象 热心的教授向他推荐了一本书 叫为成功而打扮 这本书叫男生如何挑选西服 衬衣 领带 鞋子 袜子 皮带 公文包 钢笔等 尤其强调不要让妻子 女朋友帮你买职场服装 因为他们看中的往往不适合职场 更重要的是 这本书推荐的行头都很经典 很贵 不是在沃尔玛超市就能买到的便宜货 穷学生一听傻眼了 心想自己哪有几千美元啊 热心的教授笑了 你不能把他看成消费 而应该把他当成投资 当成对你未来职业的投资 最终 穷学生鼓足勇气去银行借了钱 买了一身行头 果然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个穷学生现在很有名 他叫陈志武 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每个圈子 每个群体 都有自己默认的外在价值标准 和未在价值标准 不达标是进不去的 出入职场 学会记账 月入5000元 也可以攒钱 出入职场的你们 是不是对这个问题 都感到挺疑惑的 收入不多 该如何攒钱 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19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是5440元 可以提到月入5000元 不少人会觉得钱太少 理财离自己还太远 等以后再说吧 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危险 刚大学毕业的小高是培训学校的老师 底薪是400元 加上技巧 平均月收入在500元左右 他觉得在广州生活 这点收入一下子就能花完 租房水电1500元 饮食社交1500元 生活日用1000元 偶尔加餐 购物1000元 剩下500元左右 所以小高根本没想过理财 小高最害怕的是逢年过节 还有亲友过生日 结婚 因为他又得花一大笔钱 一年到头 他的这点收入刚好能养活自己 自己还不敢生病 每当急需用钱就得靠借 但是月入5000元真的很少吗 这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在2019年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是26523元 月均22110元 这意味着月入5000元 就已超过全国人均水平了 可收入不高 真的可以理财吗 我们同样用数据说话 小A和小C同样月入5000元 每月结于2000元 五年后会发生什么 小A将每月结余的2000元 用于理财 年化收益率为8% 五年后 他的本金为12万元 按付立算的收益为2.79万元 小C把每月结余的2000元 放在银行 按活期利率0.35%结算 这五年的利息只有10675元 可以看到 就算是同等薪资水平的两人 也会因理财与否 而拉大资产差距 所以理财的关键 不在于钱多钱少 而在于是否开始行动 月入5000元 应该如何开始理财呢 我的建议是 先做好记账 增加可理财的金额 记账 是为了揪出自己的拿铁因子 什么是拿铁因子 它源于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 每天早上必定要喝两杯拿铁咖啡 有一天 一位理财顾问告诉夫妻 如果每天少喝这两杯拿铁咖啡 30年后 他们可以省下70万元 后来 人们就以拿铁因子 来指生活中不必要的开销 比如 你家里囤了几十只口红 自己恨不得及其所有色好 你抵挡不住百货商场里打折的诱惑 衣柜里有一堆没穿过的衣服 你喜欢小饰品 经常买很多 回来放着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花费 加起来却有可能掏空你的钱包 如果你能每个月好好记账 就可以从中分析 找出不必要的花费 长次以往 便能节省一大笔钱 小高的生活中 就有很多拿铁因子 他便开始每天记账 购买物品前 会反复问自己三遍 这真的有必要买吗 有必要买的标准是 一周 一个月 一年后 这件物品对自己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高记账三个月后发现 奶茶和夜宵的花费 居然有1000元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小资生活浪费了这么多钱 于是 小高把奶茶 夜宵借了 口红也少买了 同时 对于非必要的大件商品 小高也会在线上渠道货币三家 通过有必要买吗的询问方式 小高避免了很多冲动消费 每月结余从500元变成2000元 总是有人问 记账是否要事无巨细地全部记录下来 若是的话估计不到两天你就不想记账了 不用担心 记账也有简便的方法 如果你平常多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可以直接用微信或支付宝的账单功能 每月把微信和支付宝的账单合并一下 基本上就能算出自己这个月花了多少钱 若你使用信用卡 可以下载相关银行的客户端 在客户端中便会显示每月账单 微信的账单叫月账单 支付宝的账单叫记账本 都能显示当月收支构成和收支排行榜 这样你就能看到自己是否买太多小零食 或者出行的花销是否太多等 记账最大的用处是了解钱花在哪里 以及哪些钱花得不合理 然而我身边还是有不少90后女生说 自己真的很难存下钱 每个月要算上花倍才够用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尝试先定个存钱的小目标 每天递增存一元或每周递增存十元 一年下来你也能存下不少钱 每天等额递增存一元 即365天存钱法 第一天存一元 第二天存两元 第三天存三元 以此类推365天后 你最终能存下66795元 每周等额递增十元 即52周存钱法 第一周存十元 第二周存二十元 第三周存三十元 以此类推52周后 你最终能存下13780元 有人说 无论是365天存钱法 还是52周存钱法 一开始很容易做到 越到后面就越难了 因为金额越来越大 这时候你就要转变观念 不能总是先想着支出 而要把支出放在结余之后 即把传统记账公式中的支出和结余的位置换一下 传统记账公式是收入支出等于结余 换位置之后便成收入结余等于支出 每次发工资之后 先把需结余的金额扣掉 剩下的才是支出 在这种方法下 任何人都很难存不了钱吧 如果能坚持下去 你还可以尝试十二张存单法 定期存款的进阶完法 即每个月固定存入一笔钱 比如按月定存一零零零元 存期为一年 持续十二个月 那么到第二年的时候 你手上就会有十二张存期为一年的定期存单 而且此时你第一个月存的钱已经到期 可以连本代息取出来 加上这个月的固定存款 一零零零元再存进去 继续存一年 由此实现复利 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你不想自己尝试十二张存单法 可以尝试使用银行的一个挺好用的功能 叫零存整取 我之前是在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操作的 每个月发工资之后 把要存的钱放到零存整取的账户里 存期为一年 一年后 你会发现该账户多了一笔钱 就是利息 还挺令人开心的 现在银行一般不太推荐零存整取 比如工商银行便开始推荐定活通了 即在活期账户上设置保留金额 当账户金额大于保留金额时 系统就会自动将超出部分 按整数倍转为定期存款 比如设定1000元为保留金额 大于1000元的部分 会按整数倍自动转为定期存款 当你需要取款或还信用卡时 也能随时取用 攒钱真的会上瘾 理财小白 Tandy 坦迪说 自己本来有买600元的香水的冲动 但转念一想 只花100元 也能买到不错的香水 这样可以省下500元用来理财 一年后又能攒下不少钱 30岁前 攒到100万元 如果从毕业开始攒钱 那么你要多久才能攒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 以小A为例 他18岁读大学 22岁开始工作 每年攒5万元 20年后 其他在42岁时可以攒到100万元 若他把每年传的5万元用于理财 年收益率为10% 那他可在33岁时攒到约102万元 一个大学毕业生 只有一份收入 如果理财得当 他在11年后便能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本金或收益率能提高 一个人成为百万富翁的时间就会缩短 若小A每年攒8万元用于理财 年收益率同为10% 那么他在30岁时就能攒到100万元 若小A每年攒5万元 但年收益率提高到15% 那么他在32岁时就能攒到约117万元 如果是一个小家庭 两个人一起攒 每人分别攒4万元 那么只需要8年 家庭资产就可达到百万元 如果想在30岁前攒到100万元 这里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 从22岁开始 每年攒8万元用于理财 第二个是 每年理财的年华收益率为10% 第一个前提和自身的收入有关 因此我们要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 并做到开源节流 第二个前提如何实现呢 我们先来听听定投基金的故事 媒体报道过 中国台湾机名张梦祥 坚持11年定投日股基金 年化收益率高达19% 中间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来大致还原一下 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96年 张梦祥当时评估日股会反弹 于是定投了一支日股基金 QDI 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没想到 他定投的第一个月 日股大跌8% 此后依然跌跌不休 最惨时 日股基金净跌了40% 这可怎么办 是停止定投 投资别的市场和基金吗 但张梦祥一想 定投最重要的精神是 越跌越买 如此才能贪低成本 待行情反弹时 才可能成倍的获利 于是 他选择继续定投下去 在经历了漫长的38个月后 日股终于逐渐攀升 在指数涨超18000点后 他定投的基金获利90% 虽然此时指数的点位 比他第一次定投时的点位要低 但因为他坚持定投 使得成本足够低 所以不用回到原来的点位 也能获利 算下来 他定投38个月的年化收益率 超14% 这让他孝竹颜开地卖出 获利离场 这次定投的成功经验 让张梦祥成为定投的坚定支持者 在资金落贷为安之后 他没有停止定投 依旧按原计划每月扣款 尽管日股基金 后来又是连跌三年 但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无论日股跌成什么样 他只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每月坚持定投 终于在2005年8月 日股指数再次上扬到13000点 虽然该点位比他上一次获利离场时 还低了5000点 但他定投的基金收益率已超100% 达到了他指赢的目标 和上次一样 他获利离场后继续坚持定投 到2007年 他账面上的日股基金收益率 约为20% 这一路走来 日本股市从1989年的 40000点高位跌下来后 走过了18年的熊市 然而 在这个大家都以为 没有机会的市场 张梦祥却靠着坚定的信念 定期定额地投资了11年 截至2007年 他赚到了每年19%的平均回报率 张梦祥的定投基金之路告诉我们 只要确认基金为优质基金 就可以无脑定投 普通定投 越跌越买 回看投资国内股票的基金 也是用上面的策略吗 再说说我朋友的故事 2018年 中国股市经历了慢慢雄途 而我朋友 恰巧是从2018年初开始 定投护身300ETF的 他定投基金的开始 也是股市下跌的开始 上证指数 从2018年1月的最高点 3587.03点 一路下行到2019年1月的 2440.91点 跌幅快要超过32% 而我朋友采取的策略 则是无脑定投 跌幅也超过20% 他一直没放弃 继续坚持每周定投 到2020年1月 他坚持定投90周了 收益率为22.83% 如此算来 他每年的收益率超过10% 这就是定投的魅力 只要坚信 股市总有像好的一天 你的亏损总会赚回来 定投基金的两个原则 第一 选择波动比较大的基金 进行定投 基金指数就好比海鲜价格 今天是美金20元 明天是美金80元 那这两天的均价为 美金50元所用成本就降下来了 但若海鲜今天是美金20元 明天是美金22元 这两天的均价是美金21元 成本没什么变化 这就很好理解了 只有选择波动性大的基金 进行定投 才能贪低成本 而定投对波动性小的基金 起不了什么作用 第二 选择定投宽基指数基金 宽基指数基金属于被动型基金 它被动地跟踪宽基指数 比如上证50指数基金 护身300指数基金 和中证500指数基金里面 对应的50家 300家 500家上市公司 宽基指数基金 无需人为选股 能降低人为选择的风险 主动性基金 则完全靠基金经理的选股水平 选得好 收益高 反之则收益低 当我们无法预料人为因素时 选择宽基指数基金 进行定投会更好 一一定投指标 市盈率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定投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指标 市盈率百分位 市盈率是每股股价 除以每股收益 是最常用来评估股价 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 市盈率百分位 则代表当前滚动市盈率 在选定历史区间所处的水平 如果某股票的市盈率百分位 为10% 这就表示其当前估值 比历史上90%的时间要低 参考市盈率百分位的原则是 低于30%为低估值 30%至70%为正常估值 高于70%为高估值 一般来讲 处于低估值和正常估值的指数基金 都可以定投 若它处于高估值 则是卖出的信号 表3-2所示为 上证50指数基金 护身300指数基金和中正500指数基金 在2020年9月中旬的估值数据 表3-2显示 这三种指数基金都处于正常估值 其中中正500指数基金的市盈率百分位 为47.59% 表示其当前估值比历史上 52.41%的时间要低 同理 上证50指数基金的当前估值 比历史上46.08%的时间要低 护身300指数基金的当前估值 比历史上35.53%的时间要低 从表3-2来看 护身300指数基金的估值偏高 中正500指数基金和上证50指数基金可以定投 中正500指数基金的买入位置更优 这三个指数对应的基金产品有很多 我们可用支付宝或天天基金网进行搜索 比如搜索护身300就能出现相应的基金 表3-2之是选择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数基金 这里有个小提醒 表3-2中有厂内基金和厂外基金的代码 这是给大家提供多种选择 厂内基金指的是 必须在股票交易市场内交易的基金 必须有证券账户才能买卖 厂外基金指的是 在股票交易市场以外的市场交易的基金 比如银行 基金公司或金融中介 这些地方都能进行厂外基金的交易 厂内基金的好处是 基金可以像股票一样 在交易时间及时买卖 而且手续费很低 厂外基金的好处是 可以设定自动定投 这样就不会忘记 也能避免因为行情下跌 而不敢定投的情况了 对于小白来讲 买指数基金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无脑定投 无脑定投指的是 无论基金涨跌 定期定额买入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无脑定投的收益率 会比智能定投的低些 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 格雷厄姆有句经典名言 我们要用0.4元买价值一元的东西 运用到定投指数基金中就是 若指数基金跌幅大了 代表东西便宜了 那就加大定投额 比如本来每周定投2000元 那就增至2500元 若指数基金涨了 代表东西贵了 那就减少定投额 比如减至1500元 这样摊低成本的效应会更明显 现在有不少平台推出了智能定投 选择智能定投是一般 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一个是均线策略 另一个是估值策略 均线策略 就是围绕相关均线的走势 定期不定额的买入 在低位多买 在高位少买 相关均线往往会有几个参考指数 选择参考护身300指数 500日均线的话 是指在定投日的前一天 若护身300指数基金的收盘价 高于500日均线 系统会认为基金估值偏高 定投的金额就会减少 反之 若护身300指数基金的收盘价 低于500日均线 系统则会认为基金估值偏低 将增加定投金额 估值策略 则是按我们之前提到的 适应率百分位来进行选择的 有些平台的估值策略是 指数基金处于低估值区间时 才会定投 指数基金处于正常估值区间 和高估值区间时 都不定投 当你看到定投一直没有扣款的时候 就说明你选的是估值策略 且指数基金正处于正常估值区间 或高估值区间 如果你选择的是手动定投 那么我的建议是 指数基金处于正常估值区间时 也可定投 另外 在你选择估值策略时 定投的金额已大些 因为选择估值策略 一般要定投三年以上 才会显示出其微弱优势 除了以上两种策略 还有一种定投策略 叫做价值平均策略 据说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 但目前还没有平台采用这种方法 需要我们自己手动定投 价值平均策略的原理是 让基金的市值 每月增长固定的额度 比如你设定目标基金的市值 以每月2000元的速度增长 第一个月的目标市值是2000元 第二个月是4000元 第三个月是6000元 以此类推 你第一个月买入2000元的基金 若基金在第二个月涨了200元 那这个月你只需要买入1800元 若基金跌了500元 那此时你需要买入2500元 若基金在第一个月狂涨2500元 总额已经超过了4000元 那你在第二个月就一分也不投 若基金在第一个月跌了2000元 那你在第二个月就要买入4000元 总之一切以基金的市值为准生 这种方法可以让你在第一位 获得大量的筹码 若基金涨起来 很多时候你可以一分不投 不过这也会带来一个弊端 即投入的钱少了 赚的钱也少了 这三种定投的策略如何选 如果你希望完美的贯彻定投 那就选择均线策略 如果你更在意收益率 选择估值策略和价值平均策略都可以 知道了定投指数基金的原理 我们再来看看定投指数基金的常见问题 定投多少只指数基金为好 我的建议是 最好组合定投两三只 以周围单位定投 还是以月为单位定投 周一定投好 还是周五定投好 我的建议是 定投最好是每周一次 但也可根据资金情况进行调整 每两周或每月定投一次 周几定投都可以 因为从长期来看 收益率相差不大 定投应该什么时候结束 长线来看 可以定投十年 二十年或三十年 短线来看 碰到牛市可先止盈 等基金跌下来 再继续定投 然后静待下一轮牛市 如果不会判断 何时是牛市 那你可以达到了自己的盈利目标 就止盈 比如你的盈利目标是15% 或者参考巴菲特20%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将盈利目标设为20% 那么达到目标就卖掉基金 只要中国经济会持续向好 指数基金就会向好 以成立时间较长的一方达上证50指数微为例 若从基金成立的2004年3月开始每周定投 那么到2020年9月 这16年的年化收益率为13.65% 长年的年化收益率超10% 很令人开心啊 30岁后 1000万元退休金是这么理出来的 在30岁时使劲攒到100万元后 你就可以奔着1000万元的退休金去了 如果继续用100万元做本金 每年拿出10万元用于理财 年化收益率一直维持在10% 那你在48岁时资产就能达到1000万元 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的风险偏好可能会改变 所以我们保守一点 若把年化收益率将为6% 那么你在56岁时将拥有1036万元 到60岁就能拥有1354万元 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定投专为养老设置的基金 养老目标基金 美国早在1996年就诞生了养老目标基金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 而我国是在2018年开始公开发行养老目标基金的 养老目标基金的设计运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 莫迪利安尼 而布伦贝格和阿尔贝托 安东共同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这个理论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青年期 中年期和老年期 青年期的人们基本收入不高 或刚工作时还需要父母进行补贴 中年期是指人们的收入大于支出的阶段 也是我们积累财富的主要阶段 老年期则是指退休后 人们的收入急剧下滑 远低于支出 相应的 每个时期的理财风险是不一样的 处于青年期和中年期的前半段 人们有资本 不怕亏 股票 房产等高风险类资产可多配置 到了中年期的后半段和老年期 人们就怕资产缩水 更倾向于配置货币基金 债券 银行存款等低风险类资产 养老目标基金 在美国很受欢迎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退休年龄 或者风险偏好来设计的 立足于养老需求 实现资产的长期升值 养老目标基金 还有一个特点是 安全系数较高 这是因为 它属于FORF基金 即基金中的基金 投资的对象是基金 且会同时投资多支基金 更能分散风险 国内的养老目标基金 分为日期基金和风险基金 前者按退休年龄进行设置 后者按风险偏好进行设置 封闭期一般为1-3年 最低可以1元买入 我们先来看看日期基金 日期基金的名称 一般会带有2035-2040 这是根据退休时间来命名的 日期基金的时间跨度 一般是5年 比如2040基金适合2038年 至2042年的退休人群 风险基金分为稳健型 平衡型和高风险型 你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 如果你只能承受低风险 就选择稳健型风险基金 它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在30% 如果你能承受的风险比低风险高些 但又没到高风险 那么你可选择平衡型风险基金 它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在50% 如果你能承受高风险 就选择高风险型风险基金 它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 就会突破50% 从养老角度来考虑 选择养老目标日期基金 更能体现养老基金的特点 目前 养老目标基金在国内运作了两年多 收益很不错 相比较而言 日期基金的收益 要比风险基金的收益高 WIND资讯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8月28日 国内之前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的 平均收益率达到19.73% 其中 养老目标日期基金的 平均收益率为26.93% 9支养老目标日期基金的 收益率超过40% 截至2020年8月28日 2019年4月成立的 华夏养老2045 FOF 立基金自成立以来 收益率达到47.74% 养老目标风险基金的平均收益 为12.52% 截至2020年8月28日 成立于2019年1月的 兴权安泰养老三年 FOF 基金以44.92%的 收益率位列第一 养老目标基金 能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收益率吗 在资本市场起伏不定的时候 一直维持高收益 估计不是一事 但长期来看 参照同位型的国内外基金的收益率 养老目标基金的年化收益率 维持在6%至8% 是大概率能做到的 例如 参照美国市场同位型成熟的养老计划 美国401k 过往30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在6%以上 而加拿大的同位型养老金 在过往10年的年化收益率为10% 在国内可以参照与国外养老金计划相似的社保基金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的 2018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显示 社保基金自2000年8月成立以来 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82% 累计投资收益额为9552.16亿元 此外 购买养老目标基金在未来还有一项福利 在政府的规划中 养老目标基金将纳入个人税收递延政策优惠 即购买基金期间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退出基金时再补交 但这个规划的执行是以个人养老账户体制的建立为前提的 个人养老账户是一个由财政部和人设部牵头 由中登公司平台 全称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平台 中保信平台 全称是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的信息平台 以及第三支柱制度和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共同建立的统一账户 个人只有通过该账户投资个人养老产品 才能享受税收递延优惠 按照政策方向 保险 银行理财 基金等金融产品 都将陆续纳入其资金时 在没有这个福利之前 我们也可以好好利用养老目标基金 达成千万元退休金的目标 无论是一百万元还是一零零零万元 投资时的核心要点都是长期定投 复利效应 为何说是长期定投呢 因为无论是定投指数基金还是养老目标基金 大概率不会每年都是正收益 也会出现负收益 而且可能亏损的很多 比如在过去的15年里 上证指数就经历过四个比较典型的 从三零零零点往下走 又回到三零零零点的时间段 开始定投时 即使股市开始下跌 出现了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情况 那也要越跌越买 越跌买得越开心 因为这样你的成本会更低 股市肯定有走向牛市的一天 倒是就拨云见日了 切记 定投基金时一定要用闲钱 旧级的钱不能用来买基金 因为若急用钱时 定投的基金是亏的 你卖还是不卖 若卖了 你就享受不到未来上涨的收益了 要想通过理财达到100万元 1000万元要紧记两点 一是尽可能降低还债比例 二是尽可能增加理财比例 理财小贴士 很多不想攒钱的人并不是没有结余 而是把结余用在了买化妆品 衣服 包包等能让人变美的东西上 若要攒钱就等于降低了生活质量 这可不好 有人说工作本来就很累了 还要去攒钱理财 那什么时候才能变美呢 其实理财和变美是不冲突的 理财反而有助于变美 比如你每个月的结余也就500元 300元用于购物 那你可以买一个300元的包包 但你若能坚持五个月不买包包 你的结余就可以买一个1500元的包包 十个月后就能买一个3000元的包包了 你会发现 有些和你收入差不多的朋友 隔一段时间就能买件大牌穿在身上 而自己总觉得买不起大牌 为什么呢 一大部分原因是 你把钱花在了看似不贵 一次性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上 而对贵的东西 却总是舍不得花钱 其实很多东西是贵金不贵多的 质量好的东西 生命力才会更长 我认识一位藏妇朋友 他手上戴的玛瑙式戒指 是从爷爷背传下来的 无论是材质还是价值都非常棒 他说 他们都会选择质量好的东西 他们不仅可以反复利用 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质量好的东西 因为可以用一两年甚至更久 所以分摊到每天的费用 会比我们随便买买 又用不了多久的东西更划算 而且质量好的东西 在你要断舍离的时候 往往还能卖个好价钱 以奢侈品包为例 爱马仕 路易威登 香奈儿 这三个大品牌是比较保值的 他们的经典款 在二手市场很受欢迎 如爱马仕的薄金系列 凯利系列 康康系列 路易威登的Speedy系列 和Never4系列 香奈儿经典的2.55手带 和Sea手带 那便美基金如何理出来呢 可以用延迟消费的方法 借助一些工具会更有效 比如微信和支付宝 都有冻结资金的储蓄计划 微信的理财工具 叫梦想计划 自己设立一个梦想 比如买包 健身 旅游等 然后设置目标金额 实现梦想的时间 接着选择是按周存入 还是按月存入 微信就会定时定额的自动扣款 并且把钱放在货币基金升息 直到你攒购梦想计划所需资金 支付宝的理财工具 叫心愿储蓄 同样是设定心愿 系统自动扣款 然后把钱放到货币基金升息 直到你攒购目标金额 如果你不想被固定扣钱 而是想有钱就存进去 哪怕是一元 那可以用支付宝的蚂蚁心愿 随时存钱 享受货币基金的收益 它的界面设计特别好玩 你许下一个存钱心愿 心愿就会变成一颗小星星 每存一次钱 小星星就会发亮 心愿达成后 小星星就会变成一颗发光的小星星 用蚂蚁心愿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看到陌生人的心愿 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看看这么多小星星 想到这么多人还在坚持 你或许会感觉又充满了干劲 从而继续坚持 家庭理财是AA制还是共有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家庭理财实行AA制不太划算 把家庭的钱放在一起 才有可能实现收益最大化 AA制还容易在家庭中 造成一种疏离感 我的一位朋友小夏说 AA制让他完全没有家的感觉 虽然家里的大额开支 如房贷车贷都是丈夫在负担 小夏只负责家庭的日常开支 但这样感觉结婚前后没有区别 这让他产生了随时可以离开丈夫的想法 这个想法不断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直到有一天 他向丈夫提出离婚 没想到丈夫坚决反对 说他们是注定会在一起的 小夏说 两人经过深入沟通后 丈夫才知道各管各的钱 竟让家庭产生了这么大的裂痕 同时小夏的丈夫也说出了 不想要他管钱的原因 小夏不擅长理财 自己怕他把钱花光了 最后 两人将意见折中了一下 丈夫除了负责家庭大额支出 每个月要固定给小夏一笔家用费 但给家用费的模式是有劣势的 因为双方的收入没有完全贡献出来 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 甚至会导致一个人拼命存钱 一个人拼命花钱的局面 若是家庭财富采用共有制模式 及丈夫在扣除每月的固定开支后 把所有的收入交给妻子 再加上妻子的收入共同用于理财 就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假设两个家庭 每年都有十万元用于理财 丈夫六万元 妻子四万元 分别采用AA制模式和共有制模式 即共有制模式是一起理财 而AA制模式是分开理财 因为资产达到十万元 所以共有制家庭 可以买到年华收益率为 4.8%的理财产品 而AA制家庭 因为资产未达到要求 只能买到年华收益率为 3.3%的理财产品 这样 共有制家庭的理财收益 就远高于AA制家庭的 当然 共有制的理财模式 要求管钱的人懂一点理财之道 我的另一个闺蜜小虎 刚刚掌管家庭资产的时候 属于粗放式的管理 一个月之后发现家里没钱可胜 她开始记账 记录家里的收入和开支 几个月后 省下了一大笔支出 就有结于去理财了 家庭里管钱的人 不一定必须是女方 如果女方真的不擅长 那么男方管理也无不可 但需要管钱的人 做到家庭财务透明化 另一方虽然不管 也要清楚家庭的财务状况 这样双方才能和谐共处 还有一个重要提醒 即不要把钱都放在一方的账户里 最好男女双方都有理财账户 万一有一方不幸离世 子女也能继承剩余的资金 不然有可能出现我的朋友 小贤这样的情况 小贤妈妈的收入 全都交给小贤爸爸管理 妈妈名下的账户没有资产 不幸的是 妈妈患病去世了 在进行遗产分配的时候 小贤才发现 妈妈没有现金遗产 小贤之前觉得无所谓 毕竟钱在爸爸那里 自己也安心 可妈妈走后没过半年 爸爸就娶了新妻子 这就意味着 妈妈的钱 全都贡献给爸爸的新家庭了 由此可见 若在一子女的继承问题 就不能将资金 只放在一方的账户中 最好的方式是 如同国外那样 设立家庭共同账户 双方每个月存一笔钱 到共同账户里 谁要用钱 就提早说明一下 共同账户里的钱 也可以用于投资和理财 赚到的钱 可以用来旅游 或者继续存到 共同账户中 这个共同账户 还有一个作用 即为下一代而存 如果夫妻离婚 那么共同账户的钱 可归孩子们所有 不过现在国内银行的 共同账户 使用起来比较麻烦 每次提取 都需要夫妻双方 一起去柜台办理 这样的话 共同账户的钱 最好存入银行 或固定用来理财 因为若要双方 经常去银行 也不是长久之计 其实 经营家庭财富 就像经营一家企业 无论是哪种 家庭理财方式 都要有相应的 财务报表 未来的规划 这样夫妻之路 才会越走越顺 如何把喜欢的事情 当饭吃 很多女性 在生完孩子之后 就专制带娃 可因为没了收入 就会发现 买什么东西 都要靠丈夫 对这段婚姻 有不满时 也不敢离婚 为了孩子 只能忍其吞声 其实 成为妈妈 不代表 就没了事业 我认识的一位 女性朋友小兰 她在成为妈妈后 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将其发展成自己的事业 小兰生完孩子后 身体非常虚弱 便开启了寻医之路 后来迷上了中医 通过中医条理 她的身体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后来 她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把自己的治疗心得写出来 没想到 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 关注了自己 这让她觉得 要为与自己同病相连的人 找出养生之道 她原是媒体出身 就从阅读大量文献 以及采访老中医开始 慢慢地用通俗易懂的话 来解释中医 粉丝渐渐地多了起来 她说 别人没有时间研究 但我有 于是我就来帮他们研究 帮他们采访 并做出总结 这样省去了他们的时间 他们不仅能直接抄作业 还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 其实 对小兰来说 在公众号写文章一开始 是很艰难的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 因为她也不是一科出身 然而 凭着兴趣 以及公众号每天的大量留言 她越做越好 我总不能辜负 粉丝们对我的期望啊 小兰说 现在的团购 也是粉丝们提议的 因为中医很讲究实聊 所以粉丝们提出建议 现在市面上 有那么多假食材 我们也不会辨别 你就帮我们研究 哪里的食材好 这样我们 跟着你买就好了 接下来 小兰开始研究 各种有要效的食材 并到原产地挑选和采购 就这样 她慢慢建立起了 自己的供应体系 粉丝们跟着她采购 虽然她的粉丝不多 但她每年 也能赚百万元 每年开团十次 每次只要有5000至1000名粉丝 购买即可 正因为每年开团次数不多 所以她基本只做精品 而这也让粉丝对她产生了很强的粘性 小兰没想着把自己的公众号 做成有影响力的头部大号 她说 现在挺好的 一切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不用为太多事操心 看起来风轻云淡的小兰 她的成功秘诀在于 因为喜欢所以专注 当你真的想用心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 认真的磁场就能吸引来越来越多的能量 追求梦想还是稳定的工作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40岁的时候会出现中年危机 若能回到30岁 你会做些什么 是选择追求梦想还是稳定的工作 在回答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个坊间故事 一百多年前 一位牧羊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 以替别人放羊为生 有一天 他们把羊群赶到一个山坡上 突然一群大雁从他们头顶飞过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远方 小儿子问父亲 他们要飞去哪里 父亲说 天冷了 他们要飞到暖和的地方过冬 明年再回来 大儿子说 如果我也能像大雁那样飞翔就好了 小儿子也说 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大雁 能够飞到很远的地方 父亲没有嘲笑儿子们的胡思乱想 而是鼓励他们说 只要你们想 你们也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原地跳了跳想飞起来 但发现根本不可能 他们觉得被父亲骗了 父亲却说 让我来飞给你们看 他张开双臂跳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飞起来 父亲认真的说 我老了 飞不起来了 但你们还小 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把父亲的话 牢牢记在心里 并且不断地努力研究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终于实现了梦想 飞了起来 这两兄弟 就是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 虽然这只是个未经证实的故事 却能说明一个道理 人性中有追求不确定目标的本能 在不确定的冒险中 我们的潜能与技能得以开发 说说我的闺蜜小林吧 三十岁前 他在杂志社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设立每个月出一期杂志 除了在杂志出版的前十天 他会非常忙碌 其他时间都比较自由 然而 他当时感觉自己过着温水煮青蛙般的日子 工作环境真的很好 工作难度和强度都不大 相应的 工资也不高 且有下降的趋势 想到以后养老 我感觉现在还不是享受安逸生活的时候 他想摆脱这种状况 想自己当老板 想实现财务自由 要在什么领域创业呢 天马行空的他想到了自己家三岁的娃 想到如果自己能有一份和孩子相关的工作 一边带娃一边创业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于是 他未经考察便投入三十万元 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外交英语机构 与此同时 他又用了十五万元参与了桌游的投资 还没到三年 他投资的英语机构和桌游项目都失败了 本金亏损了百分之五十 小林总结的失败教训是 这两项创业投资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圈 项目的核心资源是合伙人的能力 即使他想改变什么 也因为持股比例太低 而根本没有话语权 于是 他及时止损 退出了这两项创业投资项目 现在的他 正从事儿童绘本阅读的传播工作 梦想是让孩子爱上阅读 远离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这也是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他通过丰富的阅读经验 和自己擅长的文字写作 逐渐积累了大批家长粉丝 他说 如果有机会重来 自己依然会选择追求梦想 但会绕过失败的那些坎 不会在天马行空的想象 或依赖于他人的能力 而会依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不少人总在抱怨周一综合征 或假期后遗症 不想上班 这些人即使上班 也是浑浑噩噩的 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如果你处于这种状态 或许你应该停下来 问问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当然 不一定非要辞职 梦想和稳定的工作 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它们可以有很多交集 很多人的创业 是从副业开始的 尝试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如果下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对自己未来的事业进行规划 第一步 确定目标 每个人的目标都基于自己的价值观 关键是要确定目标 并把它写下来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 只有20%的美国人 拥有明确的目标 而写下自己目标的人 只有3% 也就是说 当写下清晰可见的目标时 你已超越了97%的人 其实 你的天性决定了最适合你的方式 你要做的只是理解自己 知道自己想在生活中达成什么目标 第二步 直面挡在你追寻目标路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般很难解决 如果出力不当 可能会毁了你 但要达成目标 你就得认清这些问题 这样才能生存下来 第三步 诊断问题 在实现目标的路上 如果出现问题 你就要找出根本原因 并把它写下来 第四步 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 制定计划时 最好写清楚解决问题的步骤 同时要想好B计划 以防A计划行不通 第五步 实施这些计划 一点一点坚定地去解决问题 以此鞭策自己 不断地向目标靠近 当你做到这五步时 成功就离你不远了 无论如何 想实现梦想 首先要开始行动 如果不去行动 你永远只能停留在梦里 管理学中有个四期原则 当你面对一个艰难决定时 收集40%至70%的可用资料和数据 然后平直觉去做 不要等到你掌握了足够的资料 再去做 有100%的把握再去做时 那就太晚了 2018年2月7日凌晨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成功 一夜之间 马斯克成为人们口中的太空梦想家 2018年12月18日晚 马斯克设想的首条地下隧道亮相 开创了城市交通的新方式 这些都源自他的梦想 建立人类的第二家园和摆脱堵车 类似的 对于普通人来讲 梦想可以很简单 比如你想成为厨师 就得先从买菜开始 比如你想写本书 那就得先写出第一句 美国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克里斯特尔·潘恩 为了节省生活费 她会寻找各种省钱的信息 在花费很多心血 摸索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之后 她想 为什么不利用这些信息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 于是 三十多岁的克里斯特尔 潘恩开通了博客 专门教别人 怎么省钱过日子 目前 她的博客越均越读量 已达两百万 成为最受欢迎的博客之一 克里斯特尔 潘恩现在的头衔是 纽约时报 畅销书作者 演说家 是选择稳定的工作 还是追求梦想 问问你的心 她会告诉你答案 三十岁 收获你的第一个一百万 第三章 女性格年龄段理财重点 完 请到影片下方 继续观看其他章节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按赞 以及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